据报道,中国空军最新改进型轰-6K战神轰炸机 近期已经批量服役 使中国成为其美俄英之后 第四个拥有战略轰炸机的国家 轰-6K是中国自行研制 在原轰-6系列轰炸机的基础上 改进发展而来的新型战略轰炸机 从网上曝光的图片显示 与轰-6相比 轰-6K机翼下增加了六个外挂点 可搭载六枚具备对陆和对海能力的 常见时巡防导弹 使其具备了何尝语 以远程战略打击能力 你常见时如果是携带一个常规战头的话 因为它是一个大型远程导弹 携带着一个常规战斗部 爆炸力也非常大 它也可以携带一些特种的一个战头 比如钻力战头 这样的话它可以精确打击对方的体力增速 或者其他的一些要害目标 并有分析认为从图片看 轰-6K的发动机机进口明显比老轮-6大 很可能是改用了俄制D30KP-2涡扇发动机 最大航程从6000公里提升到8000公里 最大作战半径则超过了3500公里 而其所搭载的常见时巡航导弹的射程 大约2500公里 那么轰-6K的作战范围将可覆盖 在日本 韩国 甚至美国关岛 中途岛和夏威夷群岛 空-6K的它的航程增加了许多 而且也可以携带一些远程的一个导弹 但是它底子还是在全苏联的图16基础上改进的 属于一个中型轰-打击 它还不能进行一个洲际飞行 中国要是进行更加延伸的一个战略打击能力的话 要么就是给空-6K的具备一个空中加油能力 适当地延长它的一个作战半径 和它的航程 还有一个就是发展新型的一个战略轰炸机